港男、港女在上海創業,找到真愛! 絲麥奶茶、菠蘿油 茶餐廳可說是香港獨特飲食文化。 港人侯傑輝去年8月在上海開茶餐廳,開張2個月就收支平衡, 成功之道在於地道香港茶餐廳文化。 廚師全部是香港人,菜式與香港一樣, 連餐單都用繁體字,反而令上海人覺得夠正宗。 光顫的客人一半是上海人。 阿菲認為港人回內地發展自然要融入當地生活, 但又不能被同化,才能保持競爭本錢。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Terra,10年前去上海開美容院, 想不到生意做不成,反而認識了湖北男人Roger, 結婚生兒子定居上海。 雖然信不過上海醫療水準,將16個月大的兒子送回香港, 但他記得初初來上海時,地鐵只有四條線, 現在已經有13條,進步有目共睹。 這麼多外國人來中國發展,他覺得港人不可以倒數。 了解,公正人不可以倒數。 出ерхism… その中心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